男子穿的一身黑衣 在門口不斷徘徊 拿著手機拍照 口中念念有詞 要求警衛幫他開門 遭到拒絕後 男子竟然開始瘋狂猛踹大門 連續好幾腳 把警衛都嚇傻了 連忙報警 讓男子暴怒踹門的原因 就是這張貼在報告欄 提醒住戶防範小小的傳單 上頭印有邱姓男子的照片 當時他堅稱自己也有肖像權 所以要求警衛開門撤換傳單 被拒絕之後就大鬧社區 嚇得住戶晚上都不敢睡覺 本所立即調閱現場決定器 發現該名不祥男子 為本家之毒品 卸到治安人口 原來邱姓男子 只是當地有名的冠妾 有竊到毒品等前科 但明明知道自己已經被通緝了 孩子們明目張膽 到社區裡面踹門 引人注目 心境實在囂張 記者劉志展黃玉俊桃園報導